大家好,我是Dame 女团喇咚出身的Yuri 于24号晚间透过YouTube 透露了与FTL的成员 全民男离婚的理由 很多人分析 最近有YouTuber上传了 有关两人离婚过程的影片 导致舆论逐渐请于认为 离婚的责任在于Yuri 因此她亲自出面反驳了 10月24号 Yuri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 发布了与制作人对话形式的影片 她表示 我们没有进行诉讼 最终以协议离婚结束了这段婚姻 两人仅通过对话就做出了决定 我当时觉得没有必要去追究责任 虽然有时候会感到冤枉和难过 也会思考自己是否应该承受这些责备 接着她先澄清了 之前在网友的公主餐当所的争议 当时在节目播出了 Yuri坚持每个月花800万韩元 在孩子教育费 并让老公每天要接送三次 一趟都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收到了很多的指责 对此Yuri表示 孩子去的英语幼稚园 是双方合一后愉快送去的 距离也并不远 谁会送孩子去一个半小时的地方呢 我也很累 我的育儿观念是 妈妈也要轻松孩子们才能快乐 这件事被误解了 教育费也是夫妻共同负担 虽然因为接送问题引发了一些矛盾 但这完全不是导致离婚的原因 她接着表示 大约在离婚前一年的时候 婚姻生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自那件事之后 我开始非常讨厌那个家 感到痛苦 甚至面对家人都很困难 Yuri与FTiLand的全民男结婚5年后 于2023年离婚 婚姻期间 她曾在节目中公开 与全民男的父母同住的日常生活 在那件事发生前 全民男会当着家人的面摸我的身体 甚至把钱插在我的胸口 当时我还不知道 她去生色场所的事情 那天我们和家人一起喝酒打牌 斩杯暂时离开现场 我和前夫坐在客厅 妹妹夫妻站起来背对着我们唱歌 我前夫把迎来的钱对着 塞进我的胸口处 当时我怎么会知道 这是生色场所的酒文化 之前以为她喝醉酒 才会乱摸我的重要部位 车我的胸口 后来发现这种醉酒行为 竟然是她的习惯 影片中 与人也公开了一段 全民男语被称为是歌的人 约13分钟的通话录音 兄 他在这里有什么好事 任何人都可以认为 有的 有的 那你会有很多 有的 有的 大空空间很确定 我一般都不准 他们都不选择 小胸口都不选择 我都不选择 我都不选择 对 我还是在这边 那我可能7時會進入 但我可能2時間會進入 我可能2時間會進入 等下等待會 那是否可以進入 7時可以進入 那我可能會問我 那我明白 那我什麼 我沒有 我現在已經有了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 那我沒有 那我沒有 我沒有 那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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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戴上了嗎 那不是戴上了嗎 1時間能等待 那我再一次 我再一次 那我怎麼會 我現在還在 我現在有? 我現在我會兒子 那我會兒子 那我現在不上了 那我會兒子 因為今天 才不會 那我會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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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家也會兒子 那我會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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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兒子 鱼里在2018年5月生下 长子并于同年10月 与全民兰举行婚礼 2020年2月 她又迎来了一对双胞腿女儿 离婚后 传出三个孩子的监护圈 由全民兰持有后 引发了部分网友们的疑惑 有人质疑 作为母亲的鱼里 为何放弃了监护圈 也因此收到了不少恶评 对此 与鱼里在影片中表示 在那件事初期 提到离婚的时候 我原本是打算带孩子走的 她提议给我5000万韩元和何姐姐 并每月支付200万韩元的抚养费 但5000万韩元 从现实角度来看 这根本就是要我们全家去死的意思 那个时间让我精凭力气 甚至没有力气去打官司 而且全民兰的经济情况比我更好 所以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当初与鱼里说要带走三个孩子时 对方居然提出给5000万韩元 加每月200万韩元的抚养费 这真是太荒唐了 这点钱怎么可能养得起三个孩子 哇 8月10号 是抱一把地方也没了的那天 居然还在抱怨找不到女人来做那个事 十八 真是太恶心了 那位哥哥居然在劝他 休假要还老婆孩子一起去旅行 叫他别喝酒回家去 结果还是死撑着不肯听 真是疯了 把钱直接插在胸口上 真的让人震惊 我一直以为那只是电影里 那些肮脏角色才会做的事 没想到有人在现实中这么做 一边抱怨花了很多钱 在三个孩子的教育上 结果自己在那种场所 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一离婚就立刻带着孩子上设计 想要塑造好爸爸形象的时候 就看出来了 雨林一定感到非常委屈吧 尽管大家都骂他不成熟 但他应该是为了不让孩子受伤 才忍了下来 如果知道对方是个 去生涩场所找小姐的人 当然无法继续一起生活 这次离婚真的是做得很好 虽然韩网几乎都是一面倒的 在骂全民乱 但是也有少部分留言是 现在还打算把孩子带回来一起生活吗 都已经协议离婚了 还有什么好解漏的 这样只会让孩子们更可怜 对于雨林的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演员金苏米突发心跳停止 于上午8点左右送往音乐 最终宣告死亡了 希望金苏米能在天堂安息 他的才华和笑容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接下来